因为一些机缘巧合,我得到了去香港打工的机会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,在香港,一日三餐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像这一个就是茶餐厅的一个长餐 量非常的足,有沙爹牛肉面,还有煎蛋长仔,一个包 还有标配的港式奶茶,吃完是满满的饱腹感 这顿只需要四十二港币 豆腐火腩饭,男人的浪漫,享受经常看TVB有这一句台词 冲着这句话,这次我们就决定去吃正宗的混腐火腩饭 有份豆腐火腩饭 对对,豆腐火腩饭干什么 冬奶茶 冬奶茶 这个豆腐火腩饭 这个吃 冬奶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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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和南饭 其实现在在广东地区也有很多店家有豆腐和南饭 今天吃了一下正版的 发现其实味道也差不多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豆腐与烧肉的质量 以及它的汁水 这顿花了38港币 这个鸡扒猪排饭加热奶茶只用了50块港币 份量是真的足 最近香港的两送饭 也就是凉菜饭非常的火 所以决定马上去试一试 其实这就是我们内地的自选式坏餐 只不过这里有香港的特色 就是份量大 最后我选择了三送饭 外加三块的一个阳光饮料 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菜 这个饭 份量是有多足吧 我们下期再见 点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